玉璃镇秀姑鸾溪沿岸摘种的西瓜硕大 值多甜美 警局执行护瓜专案 日前原警巡逻经过高辽大桥时 发现来往车辆不知何音 停在桥面上静止不动 原警深觉得很奇怪 发现桥面上有好几十颗西瓜碎满地 玉璃镇秀姑鸾溪沿岸摘种的西瓜硕大 值多甜美 警察局玉璃分局执行护瓜专案 就在之前 官邑派出所原警刘正德执行勤务的时候 经过玉璃镇高辽大桥 发现往来车辆不知什么原因 停在桥上静止不动 原警深觉得很奇怪 发现桥面上有好几十颗西瓜碎满地 本所原警刘正德执行护瓜群务 寻经玉璃镇高辽大桥 发现往来车辆不知何音 停在桥上静止不动 留言深感有意 便立即上前关心了解 决定上前查看 家住玉璃镇三明里的灵性瓜农 驾驶农用搬运车 车上载着刚从西瓜园采收的大西瓜 一返家 在行经高辽大桥时 搬运车左后轮的轮车突然断裂 导致车车在桥上无法行驶 西瓜撒满桥面上 不幸中大西瓜整场意外 还好没有造成人眼受伤 夏季是玉璃地区西瓜盛产时节 由于种瓜面积广大 天气炎热 市场需求高 并且玉璃地区西瓜品质一向文明侠耳 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玉璃分局为了保障瓜农新股的结晶 绝不让小小有机可乘 在这里也呼吁民众以及瓜农 如果有发现可疑人车进入瓜园 或者是养村受雇员工 请尽速通知当地的派出所 或者是拨打110来报案 警民合作联手护卦 记者高双双玉璃采访报道